要来关心台湾的天气了 最主要还是受到高压延伸的影响 所以台湾的天气比较稳定 也因此未来几天基本上都是高温炎热 午后热对流还是会下 但主要都是在山区 甚至昨天宜兰地区已经飙迫到36度了 好多人吓一大跳 事实上未来几天台湾的天气都是如此炎热 时节已经来到了小暑 本来出门在外就得格外留意 防晒多喝水 而接下来来看看现在的即时温度 刚刚7点度已经告诉过您了 8点过后绝对就是站上30度 果然如此 其实过去几天都是这样子 台湾尤其台北高温时间非常的长 要在30度以下的温度 要到晚上11点过后才会出现 那么早上8点钟就已经站上了30度 因此接下来温度就会持续上升 今天的高温还是上看36 7度 台北有个盆地效应 那么极热的效应是格外明显 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格外留意 那么进入冷气房也要注意温差的调节 很多人会一不小心就因此感冒 而另外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防晒跟多喝水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来看看今天的紫外线预估相当的吓人 全台几乎都出现红色的过量级 尤其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外岛地区还来到了紫色的危险级 这代表您在户外晒10到15分钟 基本上就会有脱水 甚至是晒伤的疑虑 所以真的出门在外要格外留意 最后就来关心未来一周天气了 713之后就要为解封了 那么山区可以去 好多人都好期待 但是要告诉您 其实因为高压的势力强强弱弱 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午后降雨情况 目前看起来午后山区都是有带水气的 通常山区的午后热对流会下得比较剧烈 所以还是要提醒您出门活动的话 口罩戴好也可能要戴上雨具